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道西亚 韩国电影一如既往的淡色画风 故事情节完整 一个长期在家暴中成长的女孩 一个因同性恋被歧视的女警察 两人会有火花吗?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同性题材 女主确实是个同性恋 但是她对道西并没有爱情,只是怜悯 纯属个人观点,不喜乌喷 故事开始,女警察英南来到了村子 在来的路上遇见了在路边玩耍脏兮兮的道西 第二天英南正式上岗 在巡查的时候看到,一帮学生在欺负道西,赶忙制止 英南决定剪掉自己的头发 剪完头发的英南被拉去 参加大家为她举行的欢迎会 英南感觉十分的不适应 英南回到家,出门买了许多酒 原来英南每天晚上都会喝很多 她带的矿泉水其实是酒 她把买完的清酒装在矿泉水瓶内 英南在回家的时候看到了道西的爸爸家暴道西 奶奶在一旁喝喝酒完全视而不见 英南制止了她,还报了警 第二天道西爸爸醒来就被放走了 而派出所的其他人并不以为然 认为只是道西爸爸喝多了,都是酒惹的货 英南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道西 把她带回家吃东西 送道西出门的时候遇见了道西的奶奶 道西奶奶连打代骂,领走了道西 英南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英南每天回到家都一直喝酒 忽然道西来敲门 同时她也接到了电话说 道西的奶奶在河边死了 道西对英南说,是因为她爸爸打她 奶奶出来追,她害怕了,躲了起来 感觉她说的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并没有什么重点 警方判断是因为熏酒自己掉进海的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道西挨打又来到英南家 英南看到她的伤痕更加可怜她 英南问起道西妈妈 道西说,在妈妈离开的时候 问她要不要走被拒绝了 道西就一直住在英南家 英南带她买衣服,浇油 道西越来越依赖英南 再看到英南洗澡也顺势和英南一起洗 只不过是一个需要温暖,一个给予温暖 英南以前的女朋友找到她,想和英南和好 道西看到了这些,报复性的给英南打电话 在家里穿着英南的制服自虐 英南和前女友亲吻的时候被道西爸爸看到了 道西爸爸一直非法雇佣滞留的外国人 还苛刻工资 一个雇佣人因为想回家 但是被道西爸爸拒绝大闹 英南了解情况后 要求道西爸爸放他们回家 然而争吵道西爸爸还威胁英南 说她看到她和一个首尔来的女人亲嘴 英南回到家,决定让道西回家 第二天带着道西去捡头 听到村民议论她 觉得是她搅乱了村子的安宁 道西爸爸报警说 英南猥褻未成年人 英南被警察带走 道西并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对警察说了他们洗澡的事 英南被判定有罪 道西意识到自己害了英南 道西回到家 并且存了一位警官的号码 晚上趁她爸爸喝多的时候 脱了自己的衣服 拨打了那位警官的电话 伪装成自己被强奸 道西爸爸被抓走 道西和上次审问的警察说 之前的话都是被爸爸威胁说的 其实她和英南什么都没有发生 英南被无罪释放 离开的时候带着道西回了首尔 英南算是一个中立的性格 道西看似可怜 其实十分邪恶 道西爸爸看似恶人 但是她也有善良的地方 不多评价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吧 不 working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